我跟你讲 刚刚同学还是不太搞清楚 我跟你说换一个角度来看好了 你看啊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I这个人第一个人 他自己平常的水准 注意哦 这个是I这个人自己平常的水准 也就是这个人的水准 这个人的水准跟总平均间的差异 你看这个产生差异 所以这部分相加总的话 这是来自于I这个人 跟大家总平均的差异 把它隔出来了 所以这部分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人的差异 这部分你看 这部分是什么 这部分是J这个方法跟总平均间的差异 你光看这个 所以这一块是代表呢 TreatmentJ 方法J 肥料J 上哪一门课 课程J 反正施加了各种肥料各种处理手段 各种方法 这个方法J跟得到的总平均间的差异 所以这种差异是来自于Treatment的差别 这是来自于人的差别 对不对 这两块可以掌握住吗 这两块比较容易掌握嘛 是吧 那现在你把人的差异把它切开来了 本来这一块是没有人的差异 这一块跟Treatment一样 这一块是没有人的差异 现在把人隔出来了 把人切出来以后呢 跑出这个东西出来了 这个东西原来是切出来以后都得到了结果 那这个呢 刚刚同学还是问 还是好几个同学还是来问这一块 我跟你讲 你还没听懂呢 要不要再听一次 再听一次好不好 可以哦 你是DI个人 你去读DJ门科目 考的结果就是XIJ 可以吗 你跟你平常的水准 你平常水准是多少 就是这个分数 你为什么去念J这个科目 有跟平常的水准有如此的差异 是不是这个差异 这个就听不下去了 那怎么行 这个是99分 你平常水准是多少分 70分 你的平常的 不管你念哪一个科目的 平均水准是不是70分 你为什么特别念到J这么科目 你就跑出99分 29分的差异 这是不是这个差异 这个差异叫什么差异 就是你固定这个人 你的平常的水准是这样子 为什么 碰到J这个科目进来以后 你的差异就会有如此的差异 是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 J固定 J固定是同样的这个科目 不管是谁来念 平均应该要念多少分 平均是不是念75分 这么科目的平均成型是不是75分 你看看 你来念这个科目 你得到99分 是不是又跟 班上的平均的水准 是不是又这样的24分的差别 看到没 可以吗 解释到这边应该没问题吧 到这边也没问题 都懂吗 对不对 那很好啊 那快懂完啊 后面就剩下这个东西而已啊 为什么多跑一个X88啊 你不觉得你这个地方 你的XI圈 事实上XI圈应该是 有一个X88在里头 埋在里头 再加上一些差异 特质的差异 所以你XI圈怎么理解它呢 XI圈想的是平均 全部的总平均 加上一些个人的差异 加上一些课本的 念这种科目的差异 所以产生出这个值出来 扣掉了一个你自己的差异 又扣掉平均的差异 你透支了你知不知道 你要补回一个全班的平均差异 这样才有两个人 可以扣掉两个东西出来 只能讲到这边 后面这段话听懂了没 对不对 这在理解上头 尝试帮助各位这样理解它 你自己抓你自己的方法 去理解它也成 每个人有不同掌握的方式 有些人是掌握这一块 掌握这个扣掉一个水平的 扣掉一个垂直的 你看水平的是什么 水平的就是 I这个人固定的平均水准 水平的 垂直的是J这个 J这个科目固定的平均水准 又扣掉水平 又扣掉直的 是不是这个地方多扣了一次 把它补回来 也可以这样理解它 我这所以在讲一次 其实是因为刚刚有同学 接二联合来问同样这个地方 要我再讲一次 我干脆全班再讲一次 个别来讲这个懂不懂 这个懂不懂 注意哦这个I是所有的I相交 所以这一整块是代表所有的人哦 所有的人跟总平均间的差异哦 所以这块是不是人 人的差异 是不是代表人的差异 这个懂不懂 这个看得懂吗 这个是J就是科目 用这种肥料的所有的平均的水准 会跟总平均差别 唯一不同的就是J 所以这个J施加下去以后 所得到的结果 跟平均的结果 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差异 所有的J的差异都把它相加走 所以这块差异是来自于什么的差异 这来自于使用的肥料 使用的方法 或者上的不同的课 课程的差异 人的差异加课程的差异 都把它给分别 切出来了以后 剩下的东西是什么 又包含人 又包含科目的差异 剩下那一块 理解全部比较好理解 理解个别里头的东西 你稍微定睛一看 你看你IJ这种组合 比你自己平均水准还高 比这门科目的所有的人 平均水准还高 对不对 数字上头你扣到两次 你要补人家回来一次 补那一次总平均的东西补回来 什么叫总平均 什么叫总平均 我跟你说 XI是不是X bar加上某一个东西 加上XI减掉X bar的差异 同学这一块 你这个人 第I个人 跟平均性的差异是什么 是不是你跟平均的差异 你跟平均差异 加上总平均不就是你自己吗 所以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块 都有一块 那一块 那一块总平均的那一块 那李安不是说 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个断背衫吗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包含一个X bar 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X bar 就是这个 有个X bar bar然后要加上 加上你跟人家的差异的这一块 这样理解它 好吧 就讲到这个地方 这叫randomized block design randomized block design呢 各位同学 571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Air traffic control的stress test 这个 在空中飞航管制塔上都工作的人啊 那压力都非常大了 因为他的一个指令下错了 某一个指标看X了 他会下的指令会叫那个飞机啊 到底应该提升多少度 下降多少公尺 应该飞快飞慢的话 都会影响到飞机上几百个人的生命的安全 因此啊 飞航管制人员的压力就非常大了 那么这边有一种 管制人员的这种压力的测试 那么测试的过程当中 他使用三种不同的系统 ABC 三种不同的系统 代表三种不同的treatment 然后你固定六个人 你不让他有18个人去测试 你固定六个人 懂不懂 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表里头 让他看一下13-5那个表跟13-6这个表 你可以分别算出水平的平均值 还有垂直的平均值 水平的平均值代表人 每一个人的平均的测试的结果 那么垂直的平均值代表 使用这个系统的所有的人的平均的水准 这样对不对 这样看是不是很清楚 黄沉浩懂不懂 懂哦 OK所以说呢 他就按照我们先前所切割出来的 SSTL TR BL 去做 那这边有一个东西 要稍微强调一下 就是原来的你的anova table呢 多一下了 sources sources sum of square degree of mean square f 再来看 sources第一个还是treatment 就是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 第一个就是施加的肥料有所不同 第二个是原来来自于什么 原来来自于block上头 block就是这样 实验者 也可能会造成差异 得到的结论为什么会有所不同 一种是来自于 你使用的方法不一样 一种是来自于实验者本身的不同 还有一个是来自什么 还是error 无法控制的 这一种差异 这样加整起来才是全部的差异 那么全部的差异呢 这里头 这个叫SSTR sum of square due to treatment 这个sum of square due to block 这是sum of square due to error 这叫SST Number degree of freedom due to treatment 还是一样多少 treatment 各位同学你看 treatment这边是 几个J k个J 然后我要稍微更正一下 这边不叫NJ了 这边全部都叫V 现在我们 我们既然是randomized block design的话 这变成V 不再让它自己跑 跑到什么NJ 全部固定在V 因为这个矩阵 所以treatment的自由都有几个 K减1个 block的自由都有几个 I I有几个I V个I 是V减1 error的话呢 目前你看 IJ一共几个IJ V乘以K 所以VK 全部是V V横行 K一个直行 V乘以K 全部扣掉 R有几个B个 J有几个 K一个 加1 VK减V减K加1 不就是V减1 乘以K减1吗 这也可以这样看啊 也可以看 V减1乘以K减1 全部是多少 全部还是一样是 V减1乘以K 减1 OK 所以me2是什么 是MSTR 等于 SSTR 除以K减1 这是MSVL SSVL 除以B减1 这error呢 还是一样是MSE 那是SSE 去除以什么 只有都是V减1 光弧乘以K减1 光弧 所以你的F值啊 看起来好像两个 可是实质上这不然 你F比值啊 还是一样是MSTR 还是一样是MSTR 去除以MSE 其他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呢 所做的H0啊 还是一样是Mu1 B有没有等于Mu2 有没有等于MuK 仍然是对Treatment所产生的Mu 的差异的检定 所以你感兴趣的 还是是Treatment 你并没有对VL产生兴趣 你为什么把VL隔出来 是因为你要去掉杂质 所以VL在这个地方呢 是扮演辅助性角色 它不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主要目标仍然是Treatment 因为你探索的目的 还是要是探索 Treatment的不同 产生的结果的不同 所以同学你看 我们在570A上面呢 Nova Table上面 那个F比值啊 它还是只有MST啊 所以MSE 其他的 它那个它是用NT 现在NT就是B乘以K啊 全部的个数 NT 所以在计算上头 同学你看看 13-22那个是SST 你Treatment跟SST 这个地方又有点变化 不过这很简单可以看出来 你看I 管I的只有到这个地方 这个J根本不变 根本跟里头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J可以拿掉 J拿掉以后 一共几个J K个J 所以这边负一个K K在里面或是在外面都可以 K在外面 那Treatment的话 这边对I不管用 I可以拿掉 有几个I B个I 那这里头 不变 所以你看会得到 13-23跟24 都是这样的结果 那SST呢 它没有把它明写出来 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解释SST 人家呢就是巧妙地把它给跳过去 你说 你怎么算SST啊 哎呀我算SST以后 我扣掉SSV L 再扣掉SST啊 这是SSE 可是SSE是什么一回事啊 现在的SSE跟原来的SSE差别在哪边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这一块 主要要告诉各位 现在的SSE比原来的SSE变小 去掉了很多的杂食 去掉了人的杂食 人的差异性 去掉了机器方法设备的差异性 剩下的 就是那个你无法掌控的 很自然的差异 那很奇怪的 就是一群人接受同样的老师 用同样的教材 喝同样的水汐 同样的空气 在同一个校园里头长大 每个人成长都不一样 你说怎么办 这个叫做差异 这个叫做error OK 这种error 在统计学上头是无法解释的 你要解释可以 你用人性 用什么力学 你可以用化学 用各种的因素去解释 你可以用社会学去解释 什么东西学问的解释都可以 可是统计学无法解释这种东西 统计学无法全部 一个是归为什么 ever 就这样 无常 对于刚刚那个题目 这个traffic control的这个题目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算一下 同学SST它算出来的结果会算吗 用13至20的那个数据算是70 trimment算21 然后SSBL算30 所以把所有这些数字都把它填进去 就填在了1348这个表里头 然后自由度 你看那自由度也出来了 k现在是多少啊 3 所以3减1是2 b变是多少啊 b是6 6减1所以是5 然后error error是b减1乘以k减1 所以2乘以5 就等于10 然后你的全部nt是18 3乘以6是18 所以得到是17 18减1是17 那min square的话呢 就是你把这个 SST去除以它的自由度啦 分别除出来 然后最后你的F比值 就是10.5除以1.9 那你会发觉那个SSB 基本上在最终的目的上 并没有帮助 唯一帮助的就是让SST的杂质去除掉 那F比值呢是5.53 这个题目 然后p file电脑算数是0.024 也算小了 它至少它比0.05的α值还来得小 所以这是可以拒绝的 如果我去查F值的话呢 你的自由度 2 10 第一个自由度 是不是2 MST啊自由度是2 那么MST的自由度是多少 10 所以2 所以2 10 会查吗 查出来结果是多少 F值查出来是多少 自听我们请同学留意一下 那这是F 你看到没 拒绝区 你看我们的F值啊 是这样来的 是MST啊 除以MSE 这个值啊 有没有可能很小呢 如果人小小到比E还小 你看这边是0 你这边考不考虑 这边根本不考虑 所以你把全部的α通通放到右手边来 不会有2分之α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会有稍微检定的问题 全部都是单位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这个F的这个笔子的结构 MST啊 不会有小于MSE的情形 发生 了不起顶多就是重叠了 看到没有 想想看 所有的常态风波 了不起就是重叠嘛 对不对嘛 一重叠的话 MST啊跟MSE 普通通都是 sigma平方的无偏固设量嘛 所以在那个重叠最极端的情形是要了不起 就是E啦 不会产生MST啊 比MST还小的情形发生 你如果比它还小的话会出现 这个F的值是0点几 这种情形把它排除掉 把它排除掉的话 换句话说 你的这个F的值 检验区啊 一定是在右手边 它不会跑到左手边 然后就跟这个 这边的一个零件值做比较 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因为一定就是分值会比 封母还来的大 所以会拒绝它的话 一定是发生在右尾 所以这个一定是右尾检定 既然是右尾检定的话呢 它全部的α 都把它放到右尾去 所以α全部而散到右手边 不会有什么双尾检定 一边分二分之α 一边分二分之α 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你才会发觉 你看先前我们缠556页那边的时候 你看我们的F去跟P value是跟α比 不会跟二分之α比 F值也跟Fα比 不会跟F二分之α比 所以这边同学要留意一下 那这边呢 一定是跟0.05去做比较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算出来5.53 然后你去查 你应该查多少 查F 我们自由度是多少 这边自由度 2 然后这边自由度是多少 10 然后0.05 同学帮我查一下这个多少 2 10 0.05 0.05 4.1 对不对 那你看你F算算只是多少 5.5 5.53对不对 5.53那你肯定大于4.1 所以可以拒绝 而且P value它算是0.02 也比0.05还小 所以这个题目是拒绝的 拒绝什么东西啊 同学 H0是什么 它是检验 你System A System B System C 三种系统 去测试这些空飞航管事人员 他们的压力 三种设备 三种系统 去测试 测试什么 测试这三种系统的平均值会不会一样 那结果是拒绝 拒绝的意思就是三种系统的平均值没有完全一样 因此要去采购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哪一种系统对你比较好 所以不是三种系统的效果是一样的 三种系统效果会有所差别 所以我们去采购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哪一个系统比较好 公布机会时 我们通通都是只考虑一个因子 单一因子 单一的一种元素的讨论 单一的一种因子的探讨 你看看我们只讨论什么 只讨论生产方法 只讨论使用的系统 只讨论肥料 事实上影响作物生产的好坏 除了肥料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因子 水 有没有探讨水 没有探讨水 还有呢 泥土 对啊 有一些土已经很不好 他不是说你放在黑土 红土里头 对不对 跟一般的土 那效果不一样 我们都假设他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们只探讨肥料 生产方法 我们一直考虑生产方法 事实上呢 会影响他这个员工测试的成绩 单位生产量好坏 除了生产方法不同之外 还有很多因素 他比说 为什么员工生产方法 好算的结果会有所不同 单位生产力会有所不同 除了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之外 还有别的原因吗 有没有 哪些原因 哪些元素 哪些factor 我们刚刚那个题目 是不是都是method method A B C 然后这A在那边找多少人 找多少人去测试他 为什么这些成果会有所不同 我们说 方法不同 所以是考虑生产方法 事实上会影响 员工单位生产量会有所不同 除了方法 生产方法不同之外 还有哪些factor 你没有考虑的 什么 工作 活动环境 OK 好 还有没有 水水 吸水高低 但是这个激励的效果不一 OK 好 还有没有 机器的新旧程度 机器的 新旧程度 新旧程度 哦 那个是设备新旧程度 还有没有 没关系 就你们所学的 通通放马过来 这也算是一个检验 检验你们到底到目前为止 除了学会统计学之外 还学会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 企业里头我们讲说 员工为什么生产的结果会有不同 除了 除了机器生产设备有所不同之外 你们刚刚讲了 有什么 有这个什么 什么不同 薪水不同 还有什么不同 工作环境 还有没有 轻重不同 还有什么 管理者好不好 管理者好 会不会激励员工 会感觉 跟这个管理者做很好 对不对 还有领导者 老板好不好 老板好的话 除了加薪之外 还会给你什么 还会给你奖金 还会给什么 还会送你出国 他送你出国念书 帮你付学费 有没有这种员工 有没有这种老板 有的 你将来要 先大学毕了业 找了一个好工作 老板 腾你 给你薪水够 他还帮你付学费的 你要到中山来念MBA的话 他帮你付学费 信或不信 有这种老板的 对不对 那激励效果更好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公司的管理的文化好坏 公司的生产的东西 公司跟什么 上下有的关系 这个竞争的态势 公司有没有核心能力 公司的竞争优势 好多好多这些因素 影响到你生产出来的成果出来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只考虑一个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是 One factor Single factor 只考虑一个factor 还有比如说会影响作物 影响作物元素很多 刚刚提到水跟土壤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都是考虑什么 肥料的好坏 肥料的品种不同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有很多的因素 可以同时再探讨它 所以当你放的因素 不止有一个的时候 就变成是因子实验 就变成你是多因子了 可以这样讲 你是多因子了 不是只有单一因子了 那目前为止都是考虑单一因子 然后一个因子之下 你有好多不同的treatment 现在两个因子同时考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在我们考虑多因子之前 我们只考虑两个 可不可以 稍微简单一点 这考虑两个 我们现在看一个题目 看这个地方 现在这边我们说 这个13之5这一节 576页 577页 大家看一下 13之9这个表 在571页那边 它是考虑 有两个factor 有两个factor 然后呢 factor A 然后这边是factor B 这factor A 是什么呢 它说是preparation program 用我们这边的讲法 就是补习班 补习班的班别 那这边呢 factor B 是什么factor呢 你知道吗 是 是什么 是大学部 你是念什么学位的 你是什么学院的 它第一个是念的 humanity 还是 business 商 你这是念商的 第二个念什么 engity 是工的 第三个什么 audense 人文 那补习班 第一个是什么班 三小时 考前拆体班 再来第二个是什么 什么 one day program 好前绝地大反攻班 一天的 这是拆体 好前拆体 只是要拆体作用而已 拆体班 这是绝地大反攻班 然后那是什么 十二个礼拜的 十一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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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集中营去念办 过年都不放回家过了 这是集中营 所以你看三种不同的补习班的斑别 然后另外一个因素是 你到底是念什么学院出来的 上什么样的补习班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交叉作用 然后产生出了你考试的结果的好坏 对不对 考什么 考GMAT GMAT GMAT是谁要考了你知道吗 要念什么到美国去念什么都要考了 要念商管的 特别是念MBA 念经济学 念其他的科学 还不考GMAT 就考GRE Scientific方面的东西都是考GRE 你management的话特别考GMAT 考GMAT的话 有些要念MBA的同学 他有些是来自于 在大学部的时候他是念商的 像你们在座各位都念商的 然后呢有些是念工程的 你们在座各位有没有念工的 黄平你是不是 你不是念工啊 你是理的 理跟工一样 理工 你是属于这一块的 OK 再说各位有没有练人文的 练艺术的有没有 练人文艺术的 有外文系来的啊 哦对 你是属于这个 所以你看看 你们这些想到美国去念MBA的话 你们一定要通过GME考试 而且分岁考得很高 上比较好的学校 那么你们除了自己大学本科的训练之外 还需要有需要到补习班去补习 去充施一下 那到底参加哪些班别呢 看啊 是吧 然后就开始去受训 然后考出来以后结果 考出什么结果出来 你大家看一下最下面 570基页底下 13至10这个table里头 就一共有18个人 这边一共有9种组合 这是第一种组合 第二种组合 第三种组合 第四种组合 第五种组合 第六种组合 七 八 九 九种组合 每一种组合都选两个人 两个人两个人 然后去测试一下 看到底呢 有没有什么差异 同学你看到570基的最底下这边 一共18个人 产生就这样的结果出来 好 然后呢 他这边要问 他这边问的问题 这边问的问题 你是参加 你是商学院的 你是工学院的 你是人文的 这三种大学 大学部的训练的学生出来 平均考出来的结果 会不会有所不同 第三个假设是 假设我告诉你 是这样子 一一 一一是这一块 这一块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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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 三二 三三 这九块 九块的平均值 有没有完全一样 这怎么理解它呢 这一块专门管什么 专门管 interaction 也就是 factor A跟factor B 两个因子交互作用之下 有没有产生出火花出来 有没有哪一块 这边一共九种组合 有哪一种组合 效果特别好 或是效果特别差 以至于哪一个mu呢 跟其他的mu都不一样 还是全部都一样 如果全部都一样 说明了什么 如果H0没有被拒绝 说明什么 味道我 但你要不懂我再讲什么 如果H0 第三个假设没有被拒绝 那说什么 那就是说 这九个mu都一样 说明什么 不会有哪一种mu 特别跟其他有所不同 对不对 不会有哪一个mu 每一个mu 代表一种组合 对不对 没有哪一种组合的效果特别好 没有哪一种组合的效果特别差 那是什么意思 不是关键性因素 人家说是关键性因素 gmap本来就是 很关键的就是 你到底是 什么科系毕业了 还有你是 你是参加哪个班别 interaction是什么意思 就是组合哪一种元素 碰到哪一种元素 会效果特别的好 他说工学院的应该 你是工学院的 我告诉你 工学院你一定要来参加 这个集中语训练班 因为你们不是念功的 文学院的话 文学的话你一定非要参加什么 这个考前一天的 补习班不是经常这样讲吗 你千万不要让你孩子输在起包点 三岁的时候你就决定你一辈子了 你看看 然后他会喊出种种的说法说 你是念商科的 你因为你商得很强 所以你不需要补那个十周的 你只要补什么 补考前三个小时拆题 就是你是什么样的 哪一种科目 你就应该特别参加哪一种班别 因为这种组合 这种搭配效果特别的好 懂意思吗 你如果组合不对的话 效果会不好 所以他意思就跟你讲说 有某些组合是特别的好 结果呢 跑出来的结果 如果这个第三个H0被拒绝的话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没有哪一种组合特别的好 所以并没有说 你是什么功课出来了 你就一定要去念什么补习班 没有这种说法 你是哪一种科系毕业了 什么样的班别对你最适合 没有这种说法 这样一来的话 对补习班好还是不好 补习班很多的宣传 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是这个意思 懂得意思吗 所以H0 第三个H0是专门在测验什么 测验 Factor A跟Factor B之间的互动的情形的 第一种H0专门在测试 比Factor A上面的三种可能性 有没有一样 第二个是测试Factor B的三种可能性 也不一样 三种相应也不一样 第三种假设呢 是专门在测试Factor A跟Factor B的交互作用之下 有没有哪一种情形产生特别的不一样 或特别的好或特别的不好 这样懂不懂意思啊 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次再从这边 很快发酵了